南横借茂十山和嘉明湖间又见山友生引火 先前228年假就有5处引火残击 而且引火附近都是含有止高 而有火种之称的二叶松林 让高山协座捏拔冷汗 而台东领馆处表示 请山友切勿在山上点放引火 依据森林法最高是可以除60万元以下的罚还 有天使的眼泪支撑的台东嘉明湖 是许多山友的朝圣地点之一 而从介茂市山到嘉明湖的入城需要一天 有不少的山友会规划在中途叶树 但在营地露营既会生引火 因为在该地区的附近都是二叶松林 这种树种富含的油脂高一点就难 过去原住民时常用来当作火种使用 是台湾特有的植物之一 而在先前228年假时 最有山友发现的5处引火的残击 担心会引发森林大火 便立即通报台东领馆处 而台东领馆处对此也作出回应 并表示依据森林法 最高将可除以60元以下的罚还 森林资源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我们的宝妻 还有我们的森林监测的志工 还有我们同仁共同 三方共同上去 跟所有的山友 在现场的山友能够做一个宣导 希望能够大家来共同来维护 这个珍贵的森林资源 那针对像这个现象 那在森林法里面我们是 第56条里面 它是有一个是要划12万 新台币12万到60万的一个划划 在二叶松林旁升萤火 就像在油库旁点火一样 一不小心就可能引起森林大火 相当的危险 领馆局台东管理处和保期总队台东远警 已经寻现通知相关人员大案说明 并沿途清查复原供11处的营火点 记者陈静林海端相报导